主料,生菜,250克,辅量,油,盐,鸡精,蚝油,淀粉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生菜加洗干净,用冷水浸泡5分钟,将生菜捞出沥干水,掰成小块,起油锅,从椒入锅煸箱,生菜入锅炒,加蚝油炒,加盐,鸡精炒,淋入水淀粉,炒至鱼即可盛出小块, 用烹饪技巧,生菜不能炒过火,包括稍微干炒即可,炒过火,既流失营养,菜品的口感也打折扣,不宜添加多种调味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